解读美国第一,解读美国再次伟大 川普这两句口号 根据我们的情况,我们的认识 解读川普的意思 和川普实习的可能 和川普美国第一,美国再次伟大的可能性 川普美国再次伟大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美国再次伟大 因为美国的实力和美国人的创造精神 和美国精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在二战时期,二战时期美国一直没有参战 一直没有介入二战的战局 一直处于这个独立状态 独立这个事成事外 最后美国被迫解决入了二战 那么美国参加二战以后 美国很快又投入战争状态 是全国投入战争状态 生产出了这个大量的军事武器和航空母舰 以及投入了大量的军人进入欧洲 跟二十四大战的法西斯德国作战 很快德国就被摧毁 被这个打败投降 那么美国第一 对中国来说 中国是一直对美国开战 一直对美国发动进攻 中国对美国是一直是抄卸战 一直抄卸战也得对美国发动进攻 但是美国从来都没有卷入 那么如果说中美开战 那中国会怎么样呢 那如果说中美开战 中国肯定是一败土地 不是中国人想象那样的这么厉害 不是中国人想象的那样 像诈诈全世界的中国人很厉害 中国人可以跟美国作战 可以打败美国 完全不是那样 更不是中国国内宣传的 跟中国人民宣传的那样 就是说美国是指导服 如果中美一旦开战 中国人或许 就是以前我讲过了 就是连美军都看不到 连美国军人都看不到 这个战争就结束了 就是现在美国的超市战 超市局 超市局整体作战 包括海上海 海上海下空中太空 四维一体的作战 用这种方式作战 对中国来说 中国完全不是对手 中国根本就没有 一点跟美国打仗的胜算都没有 可以说在半个小时 美军的防空系统就完全解体 半个小时以后 那美军的这个军事基地就被摧毁 也就是说不管中国这个土地有多大 也就是在防空设施 中国的防空设施被解体以后 中国防空设施被摧毁以后 就是半个小时内 中国的防空设施就成了一片虾子 也就是中国的雷达 中国的雷达和中国的军事防空设施 和中国的这个眼睛就完全没有了 就瞎了 那么半小时以后 大概大概我思想 但是就是在这半个小时以后 中国的这个军队就是海陆空天 他们都是瞎子 成为瞎子以后 那么在四天左右 美国就可以把中国的所有军事 是全部摧毁 包括政府机关 包括省一级的政府机关 北京的这个国家机关 国家的政府机关 全不摧毁 就是在四天左右 这四天左右就是中国 中国解放军人完全没有 没有这个环境的这个可能性 因为它的防空设施 它应成为瞎子 它的所有飞翼不能起飞 所有机场被炸毁 所有雷达设施 所有的军事设施 所有的这个防空设施 包括它的这个导弹基地 以及它的黑武器基地 基本上都会被摧毁 因为它是瞎子 它是一片瞎子 其实有个假设 就是美国第一 美国在军事上 在全世界没有任何的对手 全世界任何国家 不可能有对手 全世界所有国家加起来 不是对手 当然中国就更不用说了 中国这个战争 要跟美国真正的较量 它是一点勝算 可能性都没有 但是呢 OKOK 但是摆到最后 但是我当时是说的是病毒 摆到最后 那么美国再次伟大 川普如果当选 美国的再次伟大 仍然跟美国第一 是一点都不怀疑 美国再次伟大 美国人的创造力 美国人的发展精神 美国人的这个创造 经济的奇迹 美国是全世界经济的龙头 全世界都想跟美国做生意 全世界都想跟美国交往 那么美国再次投入 这个发展经济 恢复经济 那可能就是在这个 一年左右 美国的经济是全面腾飞 特别是川普 前段时间讲了 这个投入这个基本建设 美国的基本建设 基本上都是一百多年一起的 就是一百年以后的基本建设 大型基本建设 基本上没有 如果美国再次投入基本建设 美国的再次伟大 经济方面 军事方面 全面的再次伟大 是任何 没有任何的意义 没有任何的问题 因为再加上美国的这个创造力 在全世界所有的人 想跟美国做生意 想跟美国投钱 投资等等 美国很快就发生了巨大变化 还不是 不是中国病毒 摧毁美国 停摆美国 这半年来的情况 不是半年前的情况 而且是一个新鲜的美国重新出现 在一两年之内 这是美国的再次伟大 如果说美国的再次伟大 如果说川普当选 这个是我们是预期的 川普是一定会当选 一定会高票当选 不管美国发生什么情况 川普都是有能力解决美国国内问题 或者是包括中国问题 特别是昨天晚上我谈到的 美国大选以后会发生动乱吗 美国大选以后 美国会出现两个政府吗 大选以后美国会出现革命吗 我想川普当顺利 如果顺利当选 顺利这个接管政权 重新掌握政权 重新运作美国 那么川普再解决美国国内问题 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如果中国要想进一步跟美国叫板 那中国的时期就到了 中国的时期 或许如果说美国愿意 则美国愿意解决中国问题 因为中国 因为中国已经侵犯了美国 已经摧毁了美国 所以美国有理由摧毁中国 要解决美国国内的问题 必须要解决中国问题 但这个问题就看川普 看美国愿不愿意这样做 如果美国愿意这样做 那么很快中国 很快中国就会发生另一种变化 或许中国就不存在了 或许出现很多很多的国家 重新 这个由于在美军的介入 和美国人的帮助下 进入美国 这是美国再次伟大以后 川普当选以后的情况 自己看川普愿不愿意 像川普在讲话里边 让川普讲到中国病毒 让中国全面负责任 美国人在下面高呼 把中国打回原始社会 打回原始状态 主要是看川普 看共和党愿不愿意这样做 如果愿意这样做 中国和世界发生 很快就发生巨大的变化 或许这件事情 要推到一两年 在一两年以后再说 因为根据美国的选业制度 川普还有四年 当然我们希望川普不仅是四年了 我们希望川普是 8 more years 就是川普再任八年 8 more years 8 more years 就是川普的希望 就是我们的希望 因为四年时间还不够 让川普第二任四年以后 再任四年 那这个时间就基本上 能够完全完成川普的预期 也可以完满解决中国的问题 中国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 需要投资 需要时间 那我们看美国的变化 美国国内问题 如果说按照川普的预期 按照这个 法律秩序 按照川普的领埃 就很快就会发生变化 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民主党方面 民主党方面可能 如果说川普正常运转 没有大的意外的话 民主党方面也会妥协 因为现在美国人 基本上全面倾向 共和党的这个共和领域 川普领域 川普领域将来 一定是美国永远的领域 永远也不可能改变 川普领域 这是我对川普的看好 对我对解读美国再次伟大 美国第一的基本解读 因为我们的实验关系 我们在这里 只能相当于谈提纲式的 因为我们只有十分钟时间 十分钟时间要谈的 很多是很难的 起码谈过半小时 一个小时 我们可以分分比率 记得下去 谢谢朋友们 谢谢朋友们 谢谢我的朋友们 订阅传播我的推特 订阅传播我的YouTube 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 收藏我的油画作品 Sanker Smash 好 今天拜拜 我们就谈到这里 待会儿我们再有时间再就谈